近日,依能静录制某节目的花絮曝光 依能静因为一时疏忽失手,让米粒意外从高处衰落 依能静吓傻,自责大哭 甚至自己抽耳光对米粒连说对不起,母爱尽险 老公秦浩也十分焦急 回到房间,依能静在老公秦浩面前心疼落泪 而原本和闺蜜外出的计划也因此作罢 近日,秦浩与依能静一起亮相妈妈是超人真人秀节目 节目中,秦浩全程遭黑,被指不会照顾依能静母女等 4月17号晚,依能静发长文为老公秦浩在节目中被黑喊冤 称这一切不是网友的问题,而是角度选择的问题 并解释道,一天24小时拍摄,秦先生只有一小时玩游戏 被集中在一起,他帮米粒换尿布,帮忙米粒洗澡 让我叫外卖,都没有出现 对于依能静一个人带娃,他也称米粒六个月之后 他就有助理、司机、阿姨、游戏老师陪米粒玩 还有一位保姆,之前是因为方便给米粒喂奶和调作息 所以都是一个人带,最后感谢大家的理解 称,谢谢你们董秦先生不迎合摄影机的生活表演 他是真人,不会秀 稍后秦浩转发此微博并霸气称 甭解释,从娶你那一天就想好了 别人说什么对我都不重要,我跟你过 又他们不跟他们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